欢迎收看《怀疑把抓》 我是张道合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四大关键字 好游党政 蓝绿战 国舰遣造 水好深拿 郭喜战法 先抹黑 趁你病 要你命 现在好游案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讲句白的 你的朋友已经被收押之外 蓝白都在风头上 拎杯好游 林玉宏 赶快回来面对司法讲清楚 尤其是那一张党政 你发出来倒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是绿营追着猛打 说他平常没事骂民进党 现在有事变民进党 党政变成一起脱下水的好方法 一条龙的抹黑产业链 蓝白该怎么接招呢 而要接招的 还有郭喜对上马文君 两人从指控到护告 现在双双被放大检视 第二波的录音档已经曝光了 郭喜竟然要韩国的顾问背叛公司 我一听闻觉得奇怪了 怎么跟你昨天说的完全不同呢 不是说不会这样做吗 而郭喜的战法非常简单 对于直一 我拿出更多的爆料出来 但这掩盖得过民众血量的眼睛吗 如今两起案件 蓝白都受伤 尤其是蓝受创最严重 现在真的是趁你病要你命吗 白又在抛出了内参民调 柯是大赢啊 继续合理化 柯正的主导性 蓝该怎么接招 今天我们全盘看进去 现在接到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张雨萱 张浩好 大家好 国民党的前发言人肖靖言 张浩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善后知 大家好 柯靖办的发言人吴雨萱 大家好 好 今天大家很关键的事情 昨天拎北好游自导自演之后 大家想说我到底看了什么 尤其是那张党政啊 现在被说是无间道啊 阴谋论啊 好多好多啊 现在不管是蓝跟绿 都抓了这个党政 不断地来造一些公式 不过拎北好游 人现在还在国外啊 不知道他到底去哪了 第一个关于党政的事情 民进党新闻部主任张浩好就说了 他是透过缝隙钻进来的 所以我严重怀疑 入党是有特殊目的 会不会是说 你当时2020入党呢 就是为了 如果未后出了事 我就说是民进党叫我干的 是这样子吗 好 那现在国民党犯人也回籍了 他说 你拿着民进党党政的人 指使我们国民党的这个党工犯案 所以你赖清德 应该要立刻辞职来道歉 因为昨天绿营也一直叫 不管是朱立伦啊 朱立伦要下台之外 侯友宜要道歉 现在国民党又打回去 就说是你们指使我们的党工 我们党工很善良的 是这样的 好 那柯文哲怎么说 因为柯文哲当时也有去声援嘛 现在也说 柯文哲你要道歉哦 他说 我们应该要谴责是造假的人 不是谴责被骗的人啊 而且现在大家忘了食案吗 请问进口鸡蛋的真相 已经拿出来了吗 而其实我们昨天看到 林北海留在早上的时候 他有承认这件事情 他道歉了这件事情 他就沉寂了一阵子 然后没想到到傍晚的时候 他又突然发文了 那时候我就看 我说他又要报什么料吗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男人 他只为了蔡易渝的一句话 蔡易渝说 林北海留在2018年之后 制造恐慌攻击的层击重 吴英宁 一路替云林的张家服务 形容他是 满肚子都是坏水 林北海留看到的时候 不顾人在国外 还在风头上面 马上回应 他说 哇我肚子里的坏水 怎么跟你比呢 你说我2018替这个云林张家服务 证据在哪 全部在拿出来 他文末呢又在指出 超私的巴西弹 比原本报价还贵了500万的美金 那你说清楚了吗 而现在包括蓝银跟绿银 当然是争吵不休 尤其是绿银 他们就一路猛打 左边打国民党 右边打什么 民众打 蓝白啊 都是抹黑的产业链啊 看到这张图没有 包括了从右手边 柯文哲 民众党 黄国昌 馆长 一挂的啦 那时候不是申援吗 来左边的部分扯到了张家 张立善 张家俊 好左边的部分是国民党 侯友宜 曾明忠 朱立伦 最有趣的是什么 他说不管怎么样 都是阿共的阴谋啊 都是中国的国台办 指挥国民党做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吗 国民党有需要这样吗 他们认为说 这是黑白抹黑的产业链 那现在呢 有个说法就是 这个林玉宏 就我们讲的 林北好游 人现在目前还在国外 据说啦 从泰国转往奥地利 那由于是因为 一直要他道案说明 如果发通知书 没有道案 最坏最坏的情况 他可能会被通弃 等于是回国之后 是马上被逮了 那另外他有了 涉嫌诬告罪的部分 律师也有说了 最终是七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好我们今天看这么多 宇轩 我就问啦 今天蓝跟绿啊 都一直在说党政的这件事情 绿就说 这党政2020的事情 绝对是 他以后要死的时候 拖着我们下水 林北好游 有水生到这样吗 这不是水生嘛 搞了半天变得好像什么 政坛无间道 对一下说是国民党翻车 说黄郭昌翻车 一下秀出党政周围 又变成民进党翻车嘛 但你仔细看看 明家的逻辑很奇怪 我们先看到这张图 他说 你看跟许泽斌有关啦 许泽斌产业链 他少连了一条 林玉宏下面拉下去变民进党 民进党再拉下去又多一条赖金德 按照这个逻辑不是这样子吗 而且各位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 往后你要小心喔 你如果被诈骗简讯 或者说被诈骗集团骗到 不好意思 你也是诈骗集团的议员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 检讨受害者嘛 回过头来你去看 张志豪讲说 他是透过缝隙进来了 第一点 你民进党为什么会有缝隙 难不成你是当年 在大批的找人头党员 然后为了党内选举 所以才产生这样的缝隙吗 黑道入党吗 你是在等于打链自己说 自己民进党在党员的筛选上乱七八糟嘛 再第二个 他说他入党有特殊目的 大家看完之后我就会笑死了 为什么 你进你们民进党都有特殊目的吧 要做光电 不好意思先加入民进党 对不对 你要这个炒股票 先加入民进党 你要搞一些有了没的包工程 先加入民进党 进你们民进党哪一个没有特殊目的啊 更遑论他是2020年从桃园入党的 党政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是在跟我们讲 林北好游魏普先知 在2020年就知道 2023年竟然会有缺氮危机 而且陈吉仲以及中央续场会 还有林冲贤等人 会利用这个机会 大肆地撈一笔 他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才会刻意地潜伏进来 有这么厉害 再乱讲一通嘛 换言之 既然你民进党 知道他是你自己的党员 如果你对于他这一阵子的意见 你觉得说不认同 林北好游不是第一天批评民进党 而且他批评的都只限于农业政策 叫做对事不对人 这两三年来都是向来如此 所以那你应该早就把他开除党籍啊 为什么等到现在然后才说要去处理他 然后开始把所有的锅推给国民党 那国民党讲法我也不认同啦 按照你这个逻辑说 那一个民进党党员就可以把你们中央政策会的党工 各种操作各种右拐 还要任凭他指挥 那大家还选你国民党干嘛 选你国民党知道你会不会连总统都变成是任由民进党拆遣 随便一个民进党的什么秘书长 就可以指挥国民党的党主席 这逻辑不通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根本不用硬拗 谁对谁错 国民党做错的 该骂就骂 谁犯错 包括林北好游在这件事情上 胡搞瞎搞 就批判吧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带入啊 因为讲白了林北好游到底有没有被恐吓 他说有一些真有些是自己弄的 对他其实有被恐吓嘛 包括你说相关枪照片也有嘛 包括其他的一些种种的恐吓事迹 其实都是确实存在的嘛 所以他为什么最后要下这个众手 然后还要自导自演 特别就是他把自己的家人 跟一些相关的身家财产啊 相关的资讯 带出来 借以增加他的危险性 对 然后有人说他可能是要下装 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理由在谈 但真正的重点在于说 你不能把现在的这个他自导自演事件 跟一干人等说 所以代表巴西弹没问题 代表吴英零当年没做错 这不能画上等号啊 因为巴西弹的进口到现在为止 425万克去哪里 不知道 巴西弹到底超市凭什么 也不知道 流向去哪里 通通不知道 吴英零当年呢 都在你说要改建相关的北农这个第一果菜市场 然后到后来的春节期间 把果菜给休假导致菜价崩盘 你做的乱七八糟 难不成你连说我看不懂报表 高年级实习生也是 拎北好害你的吗 也是他抹黑了吗 所以两件事情 一马要归马 静言你之前是前发言人啊 你们现在发言人是说 拿着民进党证的人 支持我们国民党党工作室啊 照你的逻辑思维来看 你觉得这样有算反咬回去吗 我觉得蛮八七的啊 应该也要跟我学一下 此发言人 好像这样子回应 谁会这样子回应啊 不是 哎照这个逻辑 随便一个拿民进党证的人 叫我去这个犯案我就去犯案 我是傻逼啊 我头脑有问题啊 我听民进党的啊 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回啦 讲真的这件事情哦 我讲真的 大家都受害 所有人都被他耍了嘛 现在开玩笑讲说 我们当初要申援他的时候 怎么没有先对他撤谎 谁会知道他会在那边等大家自老自言 讲真的是这样子嘛 而且一切看起来是非常合理啊 他前面还一直很关心这个农业的事情 然后他在追超市蛋的事情 正好又被恐吓 认谁都觉得很合理啊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民进党有前科嘛 赖清德2019年就讲过 请蔡总统停止网军队伍的攻击 赖清德自己认证民进党有网军 认证蔡英文有网军 那正好他在监督政府 在这个时间点 他被恐吓 认谁都觉得再合理不过 结果一吵下去 发现自导自演 大家都傻眼了嘛 我前天晚上我本来是追剧 追一追我暂停想说去上个洗手间 手机一拿起来讯息爆了 大家都在传来讲说 这个是怎么回事 一头雾水啊 但是呢我必须要讲 针对这件事情有错就认 有错是什么 我们挺了一个自导自演的人 这一件事情他自导自演本身 好我们可以道歉 我没有错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自导自演 但是呢 他去追超市的蛋 蛋有问题流向不清 这些事情没有错啊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吗 而且当初要不是因为 他是自导自演好了 他如果真的被恐吓了 被霸凌了 我们当然要声援他 这件事情有人在讲说 是不是国民党这个自导自演 我没有这么傻嘛 把这件事情自导自演 而且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忘记哦 是我们执政的桃园市政府 那个时候桃园市的副市长 舒静平他还讲说 林北好游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桃园市的市民 所以他们会请桃园市的警察局 积极的去调查这件事 查下去结果发现他是自导自演 我们有那么傻吗 查自己了然后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搞得自己好像翻车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必要无限上去讲说 因为他有民进党证 所以就是一定是民进党员 然后这个因为他是在国民党工作 所以来就是国民党指使的 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两个确实是因为私人的关系 但是他们是怎么样认识 而且现在这个警方也讲了嘛 还有共犯没有到 没错 那我们就近代检调调查 万一真的查出来真的是私人 那现在还在指控这些人 不是全部都翻车了吗 那如果真的查出来 是某个系统特别支持的 即便是国民党 真的有人支持他们 去这样子做的话 当然也要被骂啊 当然也要检讨啊 嗯 后志哥我们刚刚提到了 昨天林北好游早上先发文 然后等了很久之后 他下午才发文 就是为了蔡逸宇发文嘛 因为他之前跟他讲说 你跟这个宫崎成吉仲 跟吴云宁 而且替云林张家福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今天民进党 又在打张立善跟张家俊 好 这一层的关系 就是他等于是说 林北好游就是一个打手嘛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打到林北好游的软热 所以他成吉一下 马上就发文 是这样吗 因为现在看起来是许泽兵跟张家 是有一些渊源 林北好游 目前来早 没有什么证据 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我觉得林北好游 去天亮党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不要讲愚蠢 这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你这件事情 就是说本来不那么政治 你贴了那个之后 就变得更政治 你贴了一个党政治后 不是把整个事情搞得更政治化吗 然后又扯出来 反正蓝的绿的都有 大家都不用谁去讲谁 但是我赞成刚刚静言讲的 就是国民党 不能用那个态度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好游做这件事很怪 那个 以他前一阵子的知名度 他要洗身量根本不用 他身份量那么高 所以谁会想到说 他要去制导自己人这件事情 那制导自己人 到底能得到什么利益 我到现在 我也没有想通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讲述说 但的议题就结束了 因为就是说 你现在再要去追那些东西 那些事情的强度 不管是巴西但的事情的强度 都不会高过令被好游 好游做假的 制导自己人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民进党也不想 也不要指望说追杀会有什么效果 因为就是说 这个事情能够结束他们 他们叫阿弥陀佛 你要在这个地方 把好游张家全部拖下来 然后去把他打到 要一路攻穿把国民党打到挂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也很低 因为民众 民众还是分得清楚 只是说你现在状况 你现在在网路上在讲说 什么臭蛋坏蛋的时候 那可能你那些效果都会变得 因为令被好游 整个事情盖过去 但是你说民进党在这个地方要得分 胜率支持者会买单 像蔡玉余或者说像吴宜宁那种 那种他们的胜率支持者会买单 但是一般民众 我觉得他还是得不到分 那黄定英讲的很怪 就是说令被好游这个事情是 震惊事后也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他本身其实行则并不高 因为他就是自导自己的报假案 对不对 然后好 你所有社会恐慌好 那黄定英讲的误告罪是说 令被好游因为他后来发了一堆纯正信 来去告别人 那这可能有误告 如果说他这一连串事件里面 刑则最重的是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表示其实刑则没有很重 但是他这个震惊社会的事情 然后在这种事情上面 做这种事情 当然是应该要谴责 但是其实他的刑则恐怕没有很重 来 宜萱你是怎么看 其实这件事情的确还是一马归一马 我觉得要这样说 令被好游他自导自演这件事情 是不对的 所以在不对的这件事情之下 我觉得任何人都要去谴责 这种制造恐慌 自导自演的行为 但是分开另外一件事情来看 但是他过去为什么深受社会大众的信任 以及他的社会信用度 他揭发的这一些弊案 是这么的被大家讨论的 从一开始的这个超私是艺人公司 再来他是不是揭发出这个鸡蛋的标示不清楚 那现在的事实也是非常多的在下游厂商 因此被开发 所以这一路来其实都是他因为过程中 因为他了解那个猫腻 他知道这个过程中政府在搞什么鬼 所以他把这一些该揭发出来 该让国人知道的食安进口蛋的问题去揭发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跟着林北好油的这个过程 去了解整个政府的进口蛋的政策上出的问题 那所以开发也是事实 合约采购黑箱也是事实 这些事实不会因为林北好油今天自导自演而消失 事实就是事实 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在扯说 这是中共的势力在背后 甚至说这个是怎么蓝白的所谓的抹黑产业链 我觉得这都太多了 就是说民众的眼睛还是血量 他们还是了解说今天这些蛋就是有问题的蛋 那今天这些进口政策就是要调整 而不会因为林北好油的这个所谓自导自演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去忘记这些所谓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种种 那所以柯P今天才会讲说 我们应该是要谴责造假的人 而不是谴责被骗的人 所以我也要echo一下刚刚宇森讲的 怎么会说今天好像被诈骗的人反而被指控说 你是不是跟诈骗集团同一伙的人 这种事情在这个社会上会出现一种寒蝉效应 民众制造一种氛围是 我们今天讲出来实话会被追杀 这是无庸置疑的 从过去到现在有非常多的例子 是举出来是数不清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当他前面提出这么多可靠的市政的时候 我们当然理所当然会去基于信任去了解说 他是不是真的遭受因为说了实话遭受到恐吓 所以当时第一时间大家给予他的社会支持 我觉得这都是无庸置疑的 那如果你现在去反而去检讨这些原本要去支持 应该说我们支持的是不该因为说真话 而被恐吓或接收到所谓网军的攻击 这样的事情 雨萱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关键 因为今天绿营一直在打是不管是蓝 不管是白 甚至连中国他也直接把他全部都纳到里面去 尤其是我有一点百事不得其解就是 张立善跟张家俊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许泽斌之前当他的小编 当他的发言人 那因为之前林北好有一直在打吴英宁的关系 所以他把这层关系全部都牵连起来 是因为这样子 对于这个云林这边的选情会有受到影响吗 或者说这样打真的会得分吗 而且他现在的逻辑很简单嘛 他就是要讲一个故事 他讲的故事就是说超市进口鸡蛋没问题 干净的 而且进口鸡蛋政策是正确的 那错的是什么 错的是因为这个林玉宏他代表着云林张家 包括大家知道嘛 掌握北农以及相关的农产运销等等的 他代表着他们因为没有分到一杯羹 所以才想要刻意的搞破坏嘛 所以这是延续我们刚才特别讲到 他想要把战场再拉大 甚至拉到说整个进口鸡蛋是没有问题的 拉大拉到说 张立善其实是幕后的凶手幕后的元凶 但到底林玉宏是不是真的隶属张家 还是说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嘛 他拿的是民进党党政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那我要合理怀疑合理质疑其实也可以啊 这民进党自己派系内斗嘛 因为讲白了 林玉宏创立他有一家公司叫什么 家几人 自己人 那个家是哪一个家 是嘉义的家耶 所以他当时在嘉义所创办的一些零零种种 你去看一下嘉义到底是谁执政的 嘉义谁是王 对不对 陈明文是王 张花冠是王 但这件事情不会跟云林张家扯上的关系嘛 我在讲逻辑是 如果你要按照民进党穿着附会的说法上来讲 那我也可以合理怀疑 会不会不是云林张家 其实是嘉义张家 对不对 会不会其实跟陈明文也有关系 对不对 那家几人这件事情 你去调就知道了嘛 过去他所成立的公司 难道跟云林县有关系吗 其实扯不上等号的 所以我说不用过度做这种连结跟抄议 本来就是一分四十说一分话 就算他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想要强行的把国民党也好 相关政治人文也好 甚至讲得更离谱的说 都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啦 把这个东西全部扯进来 但我觉得连结性对民众来讲 他的接受度非常非常低啦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环宇第八转 谁说谎 这件事情当然非常重要 一定要查个清楚嘛 现在有说第二个会翻车的 难道会是他吗 是郭喜吗 郭喜这个事情对上马文君 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 尤其是宇萱 现在好多的录音党出来啦 郭喜到底说真话还说假话 知道 现在大家很担心 就是说鸡蛋门消失了该怎么办 没有东西可以打民进党 不用担心 民进党的大秘宝多得很 现在跑出来一个大秘宝 叫潜见国造 郭喜现在主要开战线是开什么 开两条 哪两条 第一条说 这个马文君 又是阿姬阿姨 判国害韩国顾问入狱 他说他把资料拿给中共 所以才会害他入狱 开始打说 你看这个马文君 就是骗子啦 又爱钱 第二件事情他说 有军火商交付资料给中共 并且在一代如美其中一国 军火商没飙到 所以才会怎么样 怀恨报复 但这个讲法跟第一时间 已经完全不一样 第一时间郭喜说什么 郭喜第一时间说 马文君叛国 把资料拿给中共 现在变成两个故事了 又拆开了 又变成马文君跟韩国顾问 军火商把资料交给中共 所以变成什么 他一直爆料 只有事情越讲越开花 每一天的讲法都跟昨天 前一天完全不一样 哇这也差太多了吧 一下说是马文君 一下就说不是马文君 一下说韩国 一下又变成中国 而现在郭喜这样 来来去去啊 厉害了哦 录音档能呈现什么呢 而且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看黄素光都想要下车了 邱国正根本没准备要上车 反而是郭喜还一直爆 因为这个东西再爆下去 恐怕会发现 潜见国造真的是一个大秘宝 为什么 徐晓星都爆料了嘛 而且这只是录音档的part 2 发现说跟超司根本是同一个翻版 为什么我来直接解释给大家听 好了 潜见国造共有几环节 他郭喜主要赚的叫做顾问费 首先第一家GL这个厂商 现在郭喜录音档出来说 哎呀 这个GL诈骗集团啦 但各位不好意思哦 当年引荐GL给黄素光是谁 就是郭喜啊 就是郭喜 所以他自己引荐的厂商 自己在录音档里面讲说GL是大片集团 你说那他干嘛这样做 因为他要自己赚嘛 他的顺序是第一艘潜见出来的顾问费 GL拿走 后来有二到八艘郭喜想要自己赚 结果呢 他就怎样 找了一家韩国的厂商 SI说我跟你合作好不好 对不对 那SI他是找到了二把手 这个二把手叫做慈性的顾问 一个韩国人 所以这个录音档公布的就是里面的内容 那当然内容很简单 他的意思就是说 哎 你出来跟我一起搞 我们一起弄 我们创一间公司 把二到八艘潜见的顾问费 通通吃下来 这是高达多少 一百多亿的商机啦 结果没想到 败败败败 怎么样败败败败 那个慈性顾问自己开一家公司 自己玩一家 开学没有跟他合作啦 对自己偷偷开一家叫海贵公司 所以才会直接跑出来 你不让做生意 我就完死你 他录音档飙骂说你也不用想了啦 台船你如果还有办法进去 还有办法走进台船 我郭喜名字倒过来写 甚至连说恐吓 连签证我都要让你通过 结果他现在变称说 没有啦 这个是离职员工想要开公司取而代之 结果被巧新再度公布 第二段录音档 清清楚楚 就是要这个SI 背叛原本的母公司 跟他自行开 你说有没有发生 真的有发生耶 后来发现说 原本他的登记地址 郭喜所开设的公司 有一位叫庄嘉莹的 没有想到 他经过千丝万里的关系 之后发现一件事情 地址跟这个韩国厂商 竟然登记在同一个地方嘛 一样的啊 登记在一模一样的地方嘛 所以显然他有没有这个戏图 当然有 只不过 事后因为双边一言不合 就是怎样讲 狗咬狗要抢利益 所以最后闹翻了 这个录音档听下来不简单 这明明就是 郭喜好像是为了钱 他这样没办法做生意的话 我就玩死你 不过我想到了 马文君之前不是说 他的录音档早就全部交出去 为什么没有查呢 而且照理你知道这个录音档总共有多少吗 现在是一只两只啊 我跟各位报告 总共有60只录音档 总计9个小时的时长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只是大秘宝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还会继续烧哦 而且这个录音档是谁录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SI这个厂商录的 到后期双边就已经有点谈判破裂了之后 他开始把每一段录音都录起来 同时交给马文君的手上 而我们刚才讲到录音档 其实也不是新闻 他在2022年的时候 1月左右就已经把这个案件给呈报出来 就是由马文君委员提报了 你看他说我还要给法卫部调查局 结果检调都没有下文 但如今证实一件事情啊 当年马文君讲的所言非假 为什么 因为郭喜确实即便离开了 2018年离开了海军顾问的职位 现在对于潜见国造 依然辽若指掌 依然在里面这个生龙活虎的 否则应怎么解释 跟黄素光一搭一唱 他仍旧还是在里面嘛 所以搞了半天 懂了马文君不是中共同路人 马文君是党人才入人 党到别人才入人 现在才会被这扣帽子嘛 所以你看 连郭民党立委张启成都说 黄素光那你好啊 你第一时间说 有一个立委一直搞一直搞 第一时间说 有一家厂商可能把涉及资料 留给中国大陆 没错 然后不具名 不讲名字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个叫赌职 为什么 因为你担任相关事件的负责人 你竟然知情不报 还用放话隐色的方式 可能吃到张天青的口水还是怎么样 但重点是什么 讲出来啊 否则你就赌职啊 你看国防部长邱国正 没有揣测谁泄密 由司法界定 去年马文君有交给我们资料 后来军方了解之后 听黄素光才知道 毕竟一开始就从他开始 这整段话就讲一件事情 邱国正没有要上这台车 你们爱怎么玩 你们自己去玩 但是我不关我的事 因为讲白了 黄素光跟郭喜 郭喜谁找来的 就黄素光找来了嘛 黄素光为了要做显见国照 所以透过他哥哥和黄晨光 找到郭喜这个军果贩子嘛 然后开始去联系各地的人嘛 那你看他们讲 郭喜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录音党会一个一个爆出来 所以我就用鲨鱼理论 鲨鱼战术 我用更大的料去回应回应 什么意思 我用问题回答问题啊 这样我就不用回答我自己的猫腻啦 所以包括你看 他点名什么 参谋总长李启明啊 黄真辉啊 王志鹏啊 麦台集团 尤其是这个黄真辉 他就是踢爆整起GL猫腻 毕业弊案的一个人嘛 所以李启明回应说 这根本是食欲之殃嘛 这不会扫到我身上 关我什么事啊 对 黄真辉的说 你指控别人都不用证据的 人家都白纸黑字 他现在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说什么马文君又拿欠金又汇款又怎么样 反正都随他讲 王志鹏则是说严正抗议保留法律追溯权 但讲白了 这个大秘宝会不会随着郭喜对于其他人泼脏水就澄清掉就解释掉 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讲过了 还有58个录音带随着一支一支的播放 整个潜见国造背后的大秘宝会再度浮上全民的眼前 靖言我这样听不简单 有这么多9个小时的录音带倒数会爆爆爆爆出来 但我们又刚刚讲了 郭喜的战法就是鲨鱼战法嘛 我每天都报一些新的 我才不管了 连这些人都可以说是麦台集团 他这样子弄下去他真的还会有诚信吗 我觉得先奉劝绿营的朋友一句 你们应该先对这个郭喜策划 免得到时候变成你们翻车 对不对 昨天在那边嘴说蓝白都翻车了 应该要先对林北好游策划 没有我觉得你们现在要先对郭喜策划 郭喜讲的话已经一日三变了 大家不要忘记他一开始在那边讲 第一时间是谁讲的 黄曙光讲的 他说有一个立委一直在搞什么 云头小力什么一大堆的 然后黄曙光也说 这个我没有要讲是谁 郭喜没事在那边自己开直播 直播里面在讲 一直在搞的那个人谁 就是马文君 他的YT直播还在网络上大家可以去查 然后他指控说马文君把这个资料带出去 甚至疑似在指他泄露给中共 没错 这是郭喜讲的话啊 9月29号啊 结果他昨天早上去周遇寇的这个广播的时候他讲什么 他说啊这个黄曙光讲的这件事情啊 被指的军火商 跟马文君没有关系啊 直接改口咧 话都你在讲 更不用讲在之前 你指正立地你讲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手上真的有证据的话 如果黄曙光讲的那个人真的就是马文君的话 那黄曙光你跟蔡英文的关系这么密切 是不是国安安团队早就应该在调查了 还轮得到你郭喜来爆料吗 你郭喜怎么在这个时候出来讲这件事情 而且郭喜是什么角色啊 他说从一开始在那边讲说什么 哦这个神秘办公室 讲说是这个在忠孝中路 然后后来又讲在林森南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要选高雄的立委 所以这台北市不太熟 说法一直在变来变去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问号嘛 大家不要忘记他有一个高雄立委参选人的身份 他是要选立委的 难道是为了选举要吵话题吗 据说到这边上了11个通告 那你现在没有讲清楚的是 第一个 你这样子指控人家 你如果有证据 这个是牵扯到国安的事情哦 假设马文君真的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这样子的人好了 哇拜托 所有人都应该要踏拔他都要谴责他 他就可能犯外患罪 那你们赶快提供资料 我随随举举双手赞成 那如果没有咧 没有你就只是在抹黑他嘛 你就在含沙摄影嘛 事实上是这样子嘛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大家去看之前的报道 2022年的时候 马文君就已经接获到爆料了嘛 就是说郭喜去插手这个国建国造嘛 就是刚才雨萱讲的这些内容嘛 包含这个公司他们有这些录音等等的 而且马文君有讲哦 那个时候他有把资料交给黄曙光哦 黄曙光那个时候还是否认的哦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 2022年的时候 海军司令部就因为这件事情 还特别发了一个新闻稿 他否认说郭喜有介入这个国建国造 可是郭喜呢 他担任大家讲说 他现在以这个前海军顾问的身份 一直出来讲东讲西 他只当这个海军顾问当一个月 他就闪辞了 然后出来一直 哦这个指点东指点西 你没有泄密的问题 而且照理说他应该是没有办法进去开这个 专案会议的 秘密会议的 他为什么知道这些事情 而且他为什么一直在外面到处乱讲 2022年就已经 有人去检举他了 资料提供给你们 查到现在呢 没有去查 结果法务部说 哦这个我们已经主动要去调查马文君了 那你要不要郭喜也先查进去啊 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看的 民进党政府 军火耶 跟国防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关乎我们国家安全 你不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人 所以你就要查他 郭喜要不要查 甚至是黄曙光 黄曙光最应该要出面说明清楚 你是负责国建国造的人 是你在那一天自己开这个口 你讲清楚这个人是谁 如果是马文君 那就查 如果不是马文君 那你要讲是谁 你这样子含沙盛影 我觉得所有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都不公平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环宇第八状 侯志哥我其实把 Part 1跟Part 2的录音档全部都听完 其实不得不说 郭喜也是一个神通广大人 他知道好多事情 他连一些机敏资料 他全部都知道 未来要见第二艘到第八艘 他全部都知道 他有什么来头 可以知道这么多事情 黄曙光的信赖 就是信赖 我觉得黄曙光 因为他帮黄曙光做事嘛 讲不然是这样 我跟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整个故事啦 郭喜原本跟黄和是去跟JL 结果郭喜要把黄和跟JL都踢开 然后去找SI SI之后他要把SI的踢开 所以他就把持顾问挖出来说 我们两个合组公司 后来他又跟持顾问两个翻脸 所以持顾问才把这些录音带拿出来 录音档拿出来 因为持顾问对他 跟他来讲就没有什么信赖感 所以就一直有录音 那持顾问这个录音档呢 也不是只有给马文君 那时候民进党一堆立委都有拿到 只是那些人就直接去把这些东西 去讯息pass给黄曙光就是告诉你说有这回事 也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情 只有马文君一个人傻傻的跑去检举 然后检举到后来就没下文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因为你告诉黄曙光就等于告诉郭喜嘛 讲本来是这样嘛 民进党立委就告诉黄曙光说 持顾问把录音带拿来了 所以真的跟马文君讲的一样 郭喜真的就是黄曙光的打手勒 不是啊 他猜潜天国家那么扮演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事实嘛 他在台船里面横着走 这也是事实啊 很多会议他可以开 这也是事实 检掉如果愿意去查 一定查得到啊 对不对 这怎么会查不到呢 那我觉得民进党现在 而且你在看嘛 你在看那个李玺民 黄正辉 黄正辉就黄和 王志鹏他们讲法 就是他们对于郭喜的角色 郭喜的过去的习性 都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根本就是理都懒得理他 我现在要讲说民进党现在很奇怪 就是说把这东西好像all in都压在这上面 要去全党去打马文君 我不是说马文君多好 就说你想嘛 一个立委一个broker 你告诉我哪一个人设 哪个信贷度会高嘛 你今天要指望郭喜去把马文君可以打死 这有可能吗 录音党刚刚讲了 有九个小时的录音党才听了两支就长成这样 那时候其实这个录音党 包括很多记者手上通通都有 只是以往就是大家不太care这件事情 而且军事记者 我想军事记者 他们因为他们的状况是这样 他们养成很长 然后他们也对于国防这件事情很care 他们不希望说我今天英小师大出来 打了几个人之后 导致你整个前建国造就出问题 或者说因为我们把整个国家的安全 搞出问题了 所以他们就一直都很保守 然后郭喜大人又很爱告记者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一下水之后 通通军事记者拼命啪啪都开始动 就是你们这件事太过分嘛 你们这件事太过分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军事记者开始拼命啪啪 你看最近的稿子突然通通都浮起来 前面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知道很久了 他们就想说国家安全 国家要造一艘潜艦不容易 所以你们只要不要太过分 大家都闷不吭声 可是你真的认真去看新闻 我想说这东西 民党现在把它打成蓝绿 其实根本就是绿打绿啦 讲白的是这样 郭喜这边去打台船 大家去搜新闻看看 过去有多少新闻 民党的人自己去打民党自己人 因为台船是上市公司 他就没有办法像军方这么听话 所以他们打的咪咪帽 大家上网去搜旅兆龙 去搜台船跟前线国党 你会收到一堆东西 宜萱这样子看来我觉得很奇怪 今天part 1跟part 2的录音档 就已经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了 我们刚才说还有9个小时 那当下也说啦 去年的时候马文君1月11就拒名了 给了这个法务部去查啦 邱国正也说啦 我们有拿到资料啊 的确啊 我有啊 而且军方有了解 了解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 现在又被爆出来 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恐怕对民进党来说是始料未及啦 就有可能像刚刚大家讲的 就是整个走偏了 你要想这件事情 全部都在这个 我们的前线国道下水之后 开始出来 一直全部都翻出来 本来都以为 可以风风光光 哇 好不容易十年磨一件磨出来了 结果磨出来之后 却被马文君跟郭喜两个人 占尽了所有跟潜见国道的版面 那这当然恐怕会是民进党政府 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呢 这也要怪他们自己 因为他看到这个 好像背后有人泄密 或是说赶快这个要赶快查 所以几乎是前一个礼拜 全党之力去攻击这个马文君 对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们在整个风向 或许是要去掩盖进口弹的争议 或者是要去掩盖其他的问题 那用降快 这一块方面以为说 这用泄密的这一点 就可以去带风向 把民党带回他们的这个 风向的正轨上 可是问题是 后来好像打一打变成是 马文君跟郭喜之间的这些缠斗 郭喜还是那种 一下今天讲这样 一下又讲这样 他一直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导致他的社会信用度一直往下降 然后大家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在讲什么 甚至他把这个李喜明 什么黄振 王志鹏 都讲出来了 但问题是昨天人家 在黄振会就讲 李喜明跟王志鹏 两人关系又不好 他们怎么变一伙的 所以其实对于外界的 一般民众来看是物理看华 但对于真的是军事内行的人 就想说你是在乱搞 所以这整个最差最差 就是说 对整体台湾国防的战力 真的是不好 因为你这样是不是 就给我们的这个国军的战略 陷入了政治斗争里面 你好不容易真的所谓的 十年磨一剑 我们的不对称战力 需要怎么样去加强跟精进 没有人去讨论这一块 全部都陷入了这个他们彼此之间的内斗里面 靳言你知道吗 我今天听到第二段的录音档的时候 我有一句我听得非常害怕 郭喜说GLO公司是诈骗集团 那我就问 我们国道前见不是跟GLO公司来合作吗 所以我们的国道前见是 一切都是诈骗集团吗 还是他是为了要拿生意才这样讲 你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 这什么意思吗 讲真的啦 郭喜有人在直接就是讲他就是前客 事实上就是这样 你自己本来 这个GLO跟这个 SI两间公司 你在这里面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你本来一开始 黄祖光跟我讲 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讲 确实是透过郭喜 找到GLO公司的 是郭喜介绍给黄祖光的 然后怀君就直接跟GLO去洽谈 然后郭喜后面就没有参与谈判 就是帮忙介绍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你没有办法了解里面的实情 结果你接下来就开始攻击人家 大家都知道以前大家看过 比如说痞子英雄 什么隐清风暗这些 里面可能相关的这些军火 这些谁有多盛 郭喜又偏偏正好 是这个隐清风暗的相关人 所以这个人讲的话我觉得 真的要打个折扣 尤其是被曝光的这个 录影档里面有讲 他说我会亲自拿给他们 每个人看完 没有问题他会直接跟邵维阳 还有黄祖光 报告这件事情就可以开始了 哇你是用什么身份啊 你可以直通高层 然后可以这样子决定 直通上电 这个在我们过往 大家至少剧跟电影都看很多 会讲这种口吻的人是谁 什么身份的人 这个交给我来处理啦 我讲过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现在出来指控这个公司 你这个公司是诈骗集团 是不是合理怀疑说你没拿到好处 所以开始去做人家人格毁灭战 而且他现在一直在指控马文君 马文君就是收到爆料 提供给国防部的这个人 你现在一直出来咬马文君 是不是因为马文君挡了你的好事 甚至挡了你的财路 你才这样子去攻击他 这个是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怀疑的嘛 尤其是刚才我们讲的 国防部是非常奇怪 你到现在邱国正不想上车 但问题是你要说明清楚啊 去年就已经有人检举了 那马文君把这个秘密录影档 已经提供了 对不对 跟这个外国的这些技术顾问频繁接触了 自己一直这样子夸口 为什么不用查 然后呢 郭喜到底在国建国造 扮演了什么的角色 为什么他可以知道这些事情 为什么他可以出面一直讲 而且绿营现在纵容他 到处去犯话 到处去攻击 郭喜你自己要小心啊 不要这个免费当人家的打手 到时候被利用完出事的事情 自己这些人不会提名 周一到周五晚真十点 请锁定 《环宇第八转》 政治的情况倒是只能说是一团乱 尤其是现在关于蓝白河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河 到底怎么样去配 现在一个人在国外 然后一个积极打入战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前面谈的 包括是这个 林北好油的案件 包括是这个 郭喜的案件 对蓝银有没有伤 有伤啊 可是对白银有没有伤 也有伤 但是他没有伤那么重啊 会不会白银趁这个机会 把他们的内参民调 直接给抛了出来 我们看到这支白银座的内参民调 包括萨卡都跟斯卡都 我们直接看到3 3的部分 赖清德独走30.30 不过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部分 有没有 27.50 其实 没有差到多少 反正是侯友宜只有18啦 那另外4卡都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到 赖清德26 柯文哲20 侯友宜14 郭台银是12 那另外现在民众党打的是什么 他们说 到底怎么配 怎么配 其实对于蓝白银的选民来说 其实是最关注的 尤其是我今天 譬如说我白的跟蓝的配 有些选民我就 不想投了 我也不想去支持了 对蓝银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现在拿出了 这个交叉分析出来 这张表直接跟大家讲 侯柯配 流失的人多 流失的选民多啦 柯侯配 流失的人没那么多啦 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宜萱说的 宜萱来 你帮我们解读一下 这怎么看出来 我们从数据上面来看 的确是我们在 为什么先讲 为什么要做这份民调 其实是在上个礼拜 我们在抛出说 我们希望能够用 比民调的方式 来找到所谓 蓝白银的一个方法 彼此之间要找到一个方法 比较公正公开的方法 那我们自己内部 也有去设计了一份民调 那这个民调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那里面的细节 也包含是说 当我们变成是富的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部分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郭台铭的支持者 会流向给赖清德 那其实这个是显示什么 我们其实丢出来也是要缓解 支持者焦虑 因为我们支持者 最近真的太焦虑了 为什么会焦虑 是因为上个礼拜开始 国民党非常多的 这个意见领袖 会抛出说 我们要蓝白银 加强推进再也一定要整合 当然我们认同 再也一定要整合 所以当我们讲出 要民调的时候 至今我们应该还没有收到 国民党正面的回复啦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又不断的有人说 那你可以去什么位置给你们啊 或者是你们 我们不当富的等等 支持者真的太焦虑了 我们收到这个讯息 是如雪片般的飞来 你先我想问 因为真的很奇怪 你们上个礼拜 抛出了非常多的球 而且还说要比民调啦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支持者应该是很雀跃的啊 你说今天把话讲很白 怎么会焦虑呢 对 当我们抛出比民调之后 他们才稍微缓解 对我倒还没有讲到这一块 当他们听到非常多的这个 比如说交换位置啊 或者是说用传统思维 说好像小的要听大的啊 或是大的说了算了 这一种 我不能说是全部的国民党人都这样子 我只说 因为我们听到非常多的风声 所以主席也讲 谁到底 谁可以代表国民党 好 那当这样的风声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支持者非常焦虑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 我们不想要沦为 所谓传统旧思维 去讨论这些权利的分配 支持者也不会感动 也不会喜欢 尤其是民众党支持者就是 不喜欢这样子传统这些政治人物 在蓝绿恶斗这样子 所以抛出民调之后 其实反而对支持者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还是稳定第二名 对 那但是如果当我们跟侯友宜 或者说我们当成富的 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选票流动 所以其实今天还是要再讲 柯P他在美国 他也是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现在就是找到一个 你既然要跟我们说要合作 那可是你们从至始至终 没有提出一个方法 也没有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 讨论的合作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先用公正 公开的方式做民调 现在其实应该是要问问 看国民党 究竟要不要接受 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 厚志哥 如果你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 他们现在的说法是说 比民调谁输谁要退嘛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是说 会不会当这个行政院长这样事情 你觉得像抛出这两个方法 蓝白会有办法合得起 我是觉得民众党的说法有点怪 就是说 他一边讲说输了谁要退 你又拿郭那个 柯侯佩比侯柯佩高 你不是就是一个要退 就没有柯侯佩跟侯柯佩的问题 你拿这个来说服说 你应该想说 如果柯文哲跟赖清德PK 我比较高 侯伟宜跟赖清德PK比较低 这个民调才会符合他们的诉求 对不对 结果你今天来讲说输了谁要退 然后拿一个搭档的输 那个都会有点怪 那我觉得民众党的想法当然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国民党 就是目前看起来 各方民调看起来 他们都 两个人是 都说麻花嘛 纠缠多重事件 有的柯文哲隐 有的柯文哲隐 但是国民党 因为毕竟14加1个职人县市 然后提了70个立委 他综合实力是比你好嘛 你今天要以小吃大 你就只有跟他讲说 那我们来比民调 而且输了都退 我连大党都不要 那你大家都不用谈 反正你们就是变成 你只要民调输我就要 就要无条件支持我 那回过头来讲 这个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藍军支持者 你们不要来怪我 是国民党不肯接受 你看国民党不敢 鼓鼓毛毛不敢 第二个就是说 即便他输了 其实后面还是有谈判的空间 所以对他来讲 其实是稳赚不赔 那我觉得国民党 也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民调没有差多少 你不见得稳输 你还有什么卢秀燕 什么张善政 蒋万安 还有包括韩国瑜 这些牌可以打 你说这些人通通跳出来 把你拼个3%5%会有问题 你没有一定输 我讲你不比民调这个问题 不太算了 我讲柯文哲他也要对他内部交代 内部强硬的人又不是没有 对不对 他怎么那个 你就是很简单 就是约一个时间 大家民调比一比 之后再来详细谈 不然你这样拖 我跟你讲 以两党的谈判能力 你可能拖到选完 你都还没谈好 那假如说 如果真的有新合作 我觉得柯文哲的建议 不是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彼此都有一个下台阶 而且不搭档 这件事情有点经验 柯文哲看不上副总统 侯尔宜如果选输了 你要付的干嘛 不如过来去做新北市长 那我觉得柯文哲的讲法 其实某一个程度上 他也在暗示说 我只要选总统就好 那可能隔壁隔壁是你的 国民党也没有那么亏 那我觉得问题是 我觉得侯尔宜一直没有 给人家一种撒口 就是我敢跟你拼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不会输的那种气息 对 他就一直都没有 所以你老大一直做不起来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刚好是一个 合适的时机 不然的话 你在那哭哭摸摸 大家觉得你不知道你在怕什么 那你的支持者 你今天一个主将在那边怕 你的支持者的热情 怎么有办法凝聚 来 宜萱 有什么不错 应该这么说 好 我回应一下 厚志哥刚刚讲的 其实今天早上柯P在美国 他有提到说 也没有那么强硬的 要对方一定要退选 他讲的是说 副总统可以自己选 但是最强的可以当政的 所以其实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在民调的这件事情上面 怎么谈 我们只是先抛出一个说 对 我们现在是不是 来比个民调 那既然国民党 这么多的执政县市 有这么多的意见领袖 以及有这么多的基本盘 那是不是就来公民公开 来做一个比较公正的比拼 这的确也是 对我们的支持者要有交代 我们不能说 好 今天我们就这样子 被你摸头了 我们就去了 这当然不可能 所以 其实怎么样说 一定是所谓的 比完谁退选 这当然还有谈的空间 只是说民调是我们的方向 看国民党要不要接球 来靖妍你可以看到 这两周柯的态度 一直在变来变去 然后变来变去之后 刚刚黎炫也说了 就是让副总统自己选 你这样一路看起来 你怎么觉得 柯文哲还是一样没有改变 还是月亮 除以十五不一样 他现在的说法就是 在试水温在喊价 事实上是这样 你在说比民调 输了退选 可是这个柯侯沛 比较有机会 不是啊 输了不是要退选 退选所以是改当副手 那照怡萱刚刚讲的 今天柯文哲又在讲 这个输了退就好了 副手自己决定 那说法一直在改变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想要安自己支持者的心 觉得说 朱立伦喊了一整年的 这个债也要整合 我现在回应朱立伦 但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柯文哲 柯办这个 这次这样子回应 很聪明 将了朱立伦一举 为什么 朱立伦一直都在讲 连侯友宜第三名的时候 他在说我们要整合 我们要整合 然后这次觉得说 那侯友宜可以被整合 所以跑去支持柯文哲 结果现在侯友宜基本上 在大部分 我看到的民调里面 可以稳定第二 那当然民众党自己公布的 不可能公布 柯文哲这个第三名 所以说故有来回 可是侯友宜现在基本上 已经可以说 已经站稳第二名的位置 在这个时间点 柯文哲主动说 好啊 那我们来比民调 输的退选 朱立伦应该要开心的要死啊 马上这个鼓鼓掌 天呐 你看我喊了大半年了 终于柯文哲听进去了 我果然是非绿联盟的共主 我说要整合 柯文哲现在终于愿意来整合 但现在没有啊 我马上电话打给柯文哲 谈下去啊 今天我们开中常会 这个党中央还发新闻稿 朱立伦中常会的时候 他在讲什么 他说 我们在立委提名的这个上面啊 我们这个 要在过程中 选区提名 要互相协调 互相协调 互相协调就是说 我们选不上坚困的选区 才用民众党去选 这样就叫做互相协调 然后他说这个 关键的总统选战上 党与党之间 主席跟主席之间的联系 从未间断 那我就想要问了 不是说前阵子前几天 柯文哲才不爽吗 说叫郭敏娜什么 不去死一死 讲这样子的话 哇 那他怎么不直接打电话 跟主席人讲说 你怎么不去查一查 对不对 难道他们的联系 是这样子的联系吗 这有点奇怪 就说 柯文哲 大家还记得 前阵子媒体在那边帮忙写 写说什么 两党之间 主席的核心幕僚 有人在讲说 我们这边是这个 江俊廷嘛 傅秘书长 然后这个 还就是那个 说韩国瑜要纳入 我们内参民调 初选民调的那个 那个江俊廷 然后说柯文哲这边是谁 周虞修嘛 科办的主任 说他们已经对接了 沟通顺畅无碍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柯文哲说 要这个来比民调 输得退选 有没有先跟我们沟通 应该是有才对啊 那我们应该回应什么 有 这个柯主席早就已经打过招呼了 我们非常乐见其成 我们赶快约一个时间 我们10月底就来做民调 输得退选 正常反应是这样嘛 有吗 没有耶 主席人吓到不知道该做什么 该说什么 这中间是不是有猫腻 所以咧 我们有合作啦 我们这里有合作 沟通无碍啦 这个是讲给大家听的 实际上 到底有没有去做这样的沟通 我觉得宇萱 应该可以回答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 身为国民党的党员 国民党的支持者 我也很想知道啊 我们的主席 到底有没有能力 去整合所有的在野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总统候选 已经基本上 可以有机会 踩稳第二了 那现在他还在冲刺嘛 我们预期 接下来到10月底之间 他可以 拉开跟柯文哲的差距嘛 站在这个点 如果柯文哲自己都主动给自己个台阶 如果比民调输了 我退选的话 对于在野整合 对于政党轮替 对于夏家赖金德 不是好事吗 为什么我们不答应呢 我很想问 来宇萱 刚刚静言的说法是说 10月底前 应该会慢慢起来 现在可能是 第二或第三 而且稳定在第二啦 那时间拉的越长 包括现在郝友宜 他也请了假 包括其他县市长 也全部动了起来 是因为用时间换取空间 让子弹飞一下 之后再跟民众党比民调才是上上策吗 我觉得比民调 他讲的是一个叫做方法论的问题 这个方法论就是在于说 你今天侯跟柯 不管你是谁退 或者说只留一组 或者是要凑在一起来 他不能用强行组合的方式 对 我跟柯文哲 你现在强行把侯友宜跟柯文哲 宣布说两个人真的搭档 不管谁责谁负 保证中间1加1不会小于 不会大于2 1加1甚至可能1.5 1.3 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给支持者一个完美的轨道 跟顺利合理化他的理由 对 他总要一个借口跟一个说法 所以今天民众党提出来这个民调 我认同他叫做一个做法 但民调他有民调的问题 因为第一个一人一把号 各推各的调 我跟各位保证 国民党拿出来的民调都是国民党赢 民众党拿出来都是民众党赢 然后最后所谓的内参民调都变外参民调 每次内参民调都跑到市面上 不知道为什么 这绝对会变成这样子 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一方 就是他有他逻辑上的一个问题 但同时我也认为你国民党 作为一个泱泱大党 你要有你的自信嘛 对 就算今天要比就来比啊 更何况我并不认为 柯文哲是想要借死 然后就说服国民党说 再让我来当政的 因为他在物理上 我们讲想像跟物理上 他有他的结构性困难度嘛 今天国民党有几个县市 14个 你说14个是职任县市 好那你以后看到柯文哲要叫老大吗 卢县又要叫你柯文哲老大吗 对不对那你到时候来辅选的时候 这很现实的问题嘛 你今天柯文哲是不是要来帮国民党立委辅选 你当总统候选人耶 我如果好我们让给你 那你柯文哲要不要帮忙辅 否则我们这些立委的母鸡去哪里 然后母鸡当卢秀恩跟柯文哲 站在一起的谁老大 张善政跟柯文哲站在一起的谁老大 好那地方国民党立委的辅选相关的经费 资源造势活动 谁要来出 过去这个都会是总统跟党主席的权责啊 对 这是连在一起这没有办法拆开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 所以回过头来我反而认为说 国民党自己要去思考清楚 现在真正为什么大家要卡在这个节骨点 其实是因为两党都有压力 压力 来自民众的压力 包括民众党为什么要把这个球 用民调把压力锅甩给国民党 因为大家都有一直在push说 你们到底谁合不合啊 朱立伦一直讲说蓝白要合啊 你如果白色没有发表相关的言论 或者说声音的话 大家就会说 所以是你柯文哲不合作 你柯文哲没有想赢 他藉由这个民调的方法 当然很自然顺畅的 在自己出国之后 全部甩给人在国内的国民党 对 但国民党当然也可以去接球啊 但接球之后 就会变成是 你要走路到下一段的实质讨论嘛 但你说真心真的是 柯文哲就是铁了青 吃了衬头 我就是要当政的 所以我拿出那张票 我觉得都不是 他只是在谈判空间当中 必须要自己展现的power跟筹码 当柯文哲今天展现出这样的内产品 要代表 其实我很棒喔 我很强喔 让我的支持者可以安心喔 我们这样谈下去 不一定会输喔 但你说真的叫板叫到最后面 真的会长这样子吗 其实我并不认为 我认为叫板叫到最后面 你要民众党 或者柯文哲去领导整个国民党